哈嘍大家好 我是小三坡生活有限公司的負責人梁國鴻 那小三坡是我在大四的時候成立的 目前大概兩歲多 那今天呢 公司年齡啦 那今天主要是會用 講一下為什麼我會想在大學的時候就創業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講一下目前創業的一些過程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創業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對 然後那先講一下 就是在介紹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品牌還有我們的產品 那小三坡為什麼叫小三坡呢 小三坡其實是我跟另外一位創辦人小時候一起玩的地方 那他是我從幼稚園到高中的同學 那他就是打紅色GT這個 對不對 那我們小三坡想做的東西幾樣是 就是希望可以讓我們的使用者回到小時候那種可以自己 你常常會有一些興奮感啊好奇啊或者是一些成就感 那些東西就是我們產品想提供的 那我們包裝在我們一個實力產品裡面這樣子 那接下來用5秒的時間來快速了解我們的產品 那沒錯就是一個對自己DIY的影響 對這東西也是我自己下去演的 對那那立體拼圖影響是我們的第一款產品 你看它的核心價值呢就是讓一般的人也有辦法自己做出一個真的可以實用的3C產品 因為很多人大概頂多可能就組過桌子啊椅子啊 那我覺得組出來一個真的實用的3C產品 那感覺會有一個你好像也沒有離這個世界那麼遠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感覺很棒 所以那就是我們的這個產品的核心價值 然後我們有做出不同的造型像是台灣黑熊 那這是我們最近推出的3款新的動物造型啊 那一些其他規格像藍牙什麼之類的 對那我們接下來呢也會持續不斷推出一些可能其他規格的影響或者是造型 那不過也會做出一些更多這種可能有一點童心藏在裡面的這種產品 對那不一定會是影響 好那介紹完之後開始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可能就講的比較深處一點這樣子 對像我算是一個蠻不喜歡讀教科書的人 不過喜歡看一些書 就是真的很不喜歡讀 那七趴是什麼呢 七趴是我在高中三年就是在校種成績的排名 然後倒數七趴這樣 而且只是只是一間嘉義的一間還可以的學校 對不過因為我覺得我成績保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在乎成績 那剛好我爸媽也不是那麼在乎 那很剛好 所以我就會拿這些實驗來去做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 那些實驗啊什麼的 那就像是我在高中的時候有得過全國演哲科學競賽冠軍之類的 然後環島啊 對 所以也很剛好很幸運嘛 就是可能數學還不錯 就是後來也有上中央大學物理系 對 那上了大學之後呢 我依然心思沒有放在課業上面 所以我第一個學期呢就很順利也被二一了 對 所以我們在學校是雙二一喔 所以說就是你二一完一次之後 就是每天就是活在恐懼之中 對那這次給我很大一個轉折 就是我每天就是 我以前就是想要過的生活 然後出來那時候讓我想到 欸我接下來我到底要幹什麼 對 所以說那時候我在大一下之後呢 還有大二的時間 其實大部分都在籌辦這種科學營隊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這個還蠻酷的 就是辦給這種高中生的這種大型活動 像有機會可以去籌辦這種大型活動啊 或者是也是管那麼多人 也是一個蠻棒的經驗啊 雖然現在看起來有點有點有點蠢這樣 不過 我覺得也是讓我很大成長 也是讓我有在畢業之前就創業的 這個信心跟勇氣 對 這是我 對 那在接下來繼續講之前 因為接下來有講到創來的東西了 那我想講一下我夢想 就我夢想剛剛前面提到就是說 我想上歪太空逛逛以外 我希望有一天呢 我也能夠跟特斯拉一樣 就是成立一個類似於特斯拉 用科技來改善世界的公司這樣 那這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遠大的目標 所以說我在大三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蠻多人都會講過就是 你去加入一間小公司 會比你加入一間大公司 需要東西來的還多 因為你在小公司裡面 碰到東西比較多嘛 大公司你就會專注於某個點 那我就想說 我把這個理論再提升一下 我假如今天能創業 那我能碰到東西那就更多啦 那就是可以學成長更快 那也許這樣子就能夠更接近我 上面提到的那個夢想 成立一個類似這樣的公司 那這樣有點會像是說 你把一個不會優的人丟到水面 用他的求真本能去 學習游泳這件事情 那現在這樣會有兩個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說 你可能有一半就死掉了 對馬上溺斃這樣 那只要你能學到 但是能學到一些經驗 為什麼會做失敗之類的 不過這樣學的東西有限 而且其實上CP值可能沒那麼高 對那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你的公司成長得不夠快 就是慢慢爬 雖然你學的是很全面的東西 可是你也不見得能夠 跟假如說他另外一個人 他加入一間高速成長的新創公司 你可能也不會學習得比較快 對所以就是要不斷的在過程中 胡伏前進這樣 那我也很難說這個方法到底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也還不知道 對就是也目前我也還在階段啦 那就提供一個這樣的想法 好那再拉回時間軸 就是在大三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很想創業 又覺得就是很想創業 就前面提過 那那時候就不斷的去找題目 找一些我有興趣 然後或者是適合開始的題目 那時候我在實驗室也就有在做音響 就有感受到那個 欸我把那個木板切一切 電圖電話焊一焊 欸我就做出一個真的可以實用的3C產品 那個體驗那個成就感是很震撼 所以說我想把這東西產品化 對那到大四 我就有參加學校的創業比賽 那就那時候是真的很想創業 就除了這個題目之外 我還額外想了大概三個題目 對所以然後到最後 就大概是這個項目得獎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的規則是說 那就是假如我們得獎的話 學校會幫我們成立公司 對那我們就開始這條創業之旅 那時候 我們成立公司的時候就 欸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群眾目視平台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有這個產品的想法之後 就是要想他 我就是要讓他上群眾目視平台 所以以這個方向為前提 我們那時候就整個寒假 就待在我台北胎人家 那時候就是每天去FedLab 就是有點像是Maker空間的感覺 去那邊製作樣品 然後每天一直做 一直做 然後測試了很多款式 等到最後他就變成這樣 那 那有了產品之後 群眾目視很重要是拍影片 那時候因為資源也沒那麼多 那時候就找了一樣是跟我一樣 讀物理系 然後可是有導演夢想的學長 那對 那就只跟我收 那個一些器材的費用 然後像是那些 廠記啊 攝影啊 那些什麼東西全部都是用 我們的音響來支付 他們的薪資這樣子 對 那最後是 成績是還不錯啦 那時候就是 最後有獲得在 募資平台上面有獲得 大概500個 500多個音響 然後 而且也不只是 就是這些贊助者 那也是我們上去之後 有滿多知名的同路啊 代理商 就來找我們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東西是真的可以 可以有市場的 因為像是我們用的很急 因為我們那時候 很想在我畢業 因為那時候是我大四 我很想在我畢業之前 確定說 我要繼續創業 還是說我先去當兵 原來我現在 還是要當一年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 我們是四月到五月底 那時候是真的滿幹的 那時候結果 我們這麼衝突的用 然後結果 成績也還不錯 所以讓我們知道 這東西其實是有市場的 那做液體產品 最重要的就是量產 因為 而且我們 我們之前都沒有碰過量產 這件事情 所以 我們這東西 就是它 蠻特別的 它不是一個一般的工廠 就有說 欸我本來就有在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可以把它做出來這樣 沒有就是說 因為沒有什麼人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說 我們要必須 把整個上游 最上游從物版開始 然後一直 一直做做做做做 做到最後 就是在台灣 找一條龍的這種 工廠生產線 那這樣找工廠 那時候就是騎著機車 帶著我們的樣品 就是工廠跑透透 然後去一間工廠 問那個工廠師傅說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做啊 那不能做的話 就問他說 欸它覺得可以怎麼做 那附近有沒有什麼工廠可以做這樣子 就是這樣一直找到 然後那段線也是蠻痛苦的 因為會有不斷的挫折 就是因為可能會出包 或者是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比較解決 不然不解決的話 東西就做不出來 對 對 那後續的話就比較 稍微順遂一點啦 就是 有得到 有得到文化部跟iMesh 欸它今天沒有來 有沒有要講點好話 對它也 真的提供蠻多資源的啦 就是 對就是我們有得過獎項 然後 我們除了在台灣現在有 網路通過販售 然後 像是成品 這種實體電源販售 我們有跟國家地雜誌 這種做合作 這種一頁合作 對 然後 然後我們有得過 就是台北市的 產業發展局的創業補助 就是不用緩的 其他 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因為 就像科技說的 他就是要創造一個 大家不怕創 不怕創業失敗的環境嘛 那這東西是有 稍微一點點的加分效果啦 因為 就是變成說 你不一定一開始 就要投入那麼多的 機會成本 跟你可能以前的存款 或者是你爸媽存款 之類進去這樣子 有 其實政府現在有蠻多這種 類似這種的補助 對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對 那我們在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有想要 把這東西往國外推展 就是讓 呃 全世界更多人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有趣的產品 這樣子 我們參加 因為我們這種通常 就是除了網路 群眾目視之外 就是走展覽 那這個是杭州模繪 對 那 這個呢 中國的缺點就是說 他們 盜版很多 然後 騙子蠻多 那這張照片是剛好 有拍到一個 有成功騙到我們前的人 對 對 那就是對 也算是開開眼界啦 那我們 對 就是 對 那我們除了展覽之外呢 也有上這種 類似這種 美國的群眾目視平台 Kickstarter 對 那是有成功獲得 呃 有達標 然後 也有獲選為他們的project we love 這樣 不過因為美國市場跟台灣市場 也是差蠻多的 就整個操作上面 因為我沒在美國生活過 也不太了解那邊到底想怎麼樣 對 所以說操作起來是有一定困難度 這樣子 對 那最近也是比較漸入家境啦 那 就是今年在香港禮品展的照片 那我們也在那邊有成功找到日本的代理 跟中國代理 對 然後明年 呃 下個月也會去巴黎參展這樣子 那大概這邊最後呢 就是用兩 兩句話 就是兩句話來總結一下 就是說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啦 然後一些看到東西 就是說 創業的話 不是以前就是你可能 你媽跟你說 欸你要對自己負責 那麼簡單而已 你要對你的團隊 你的使用者 然後你的投資人 那假如政府投資你的話 你要對政府負責 就是你要負責的東西變多 那你自然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需要固定 有頻率的去回看 看自己的過程 他們在自己的路上 因為 我們也常常這樣 就是說 埋頭一直衝衝衝衝衝衝 結果發現抬頭看 有點偏調 或是想偏很多這樣子 對 所以說 這件事情 對 是互相勉勵其許 對 那最後 我簡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可以加我的Facebook 或按我們的粉絲團站 謝謝 好 謝謝國宏 今天要讓你講到一個點 就是莫忘初衷啦 就是你要帶著 謝謝